放假没回家的报道一下 蔡斌同行利剑成为中国女排掌舵人 风雨中那点痛算什么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蔡斌是怎么当上女排主教练的 其实得益于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同行力保 否则二进攻的情况还是不会出现的 其实自从蔡斌执教中国女排后 我看了几场女排比赛 女排技战术团队协作大不如从前 下届奥运会资格堪忧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不好当 本来竞技体育有赢有输是挺正常的 但中国女排主教练是个火山口 就只能赢不能输 不过目前女排除了蔡斌还有水有能力 有意愿并且排鞋也同意执教国家女排 中国女排的主教练 是国家所有集体项目最难受的 放眼国内教练也确实没有太合适的人选 下任教练我推荐上海队教练王之腾 一是年轻二是他有一定的魄力 这次亚运会日本派出的不是本国最强阵容 所以比赛并不精彩 一个蔡斌信任的主攻能打出那样的四号位进攻 说明他的水平也就那样了 场上绝对主力都是上一届培养出来的队员 都不知道能有什么底气说之前的那个话 这次日韩亚洲女排强队都是二线队伍 不知遇到日韩一线队伍 蔡志导会怎样指挥比赛 或者能胜吗 还会相信自己选的队员吗 为什么在奥运资格赛会输给加拿大和荷兰呢 怎么当时不说相信自己选的队员 如果王之腾教练 现在是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成员 可能蔡斌教练卸任后 有很大的机会担任女排主教练 因为如果有国家队这段经历 王教练既熟悉了中国女排情况 又了解国际女排运动发展形势 使她成为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蔡斌带领的中国女排 暂时只能在亚洲称雄一下 到了世界女排大赛 就蔡指导现在的指挥水平 并会是输多胜少的 这次亚运会 中国队又失去了一次锻炼新手的宝贵机会 如果就这样下去 是没啥希望的 中国女排的队员是鼎沛 如果配个足智多谋的教练 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 肯定会有夺冠希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